電池 我們現在看到U27題 27題的題目在考你什麼 電池 他說先同電池 你看到電池兩個字趕快圈起來 我們之前看了乾電池一正一負 我們不是考慮嗎 電池的電子一定是從負極流出 電子一定是從負極流出 但是我們這個叫做什麼 浮打電池 浮打電池是利用活性的物一樣 來產生電 得失電子之後來產生電 好的是化學能變電能 剛剛那一題是 電解是什麼 電能變化學能 所以這兩個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要一起念再複習一遍考試的重點 來他說 請問有關離子的移動 離子的移動來 這裡是泡在哪裡 這是岩橋還記不記得 溝通電路的 使這個容易變成電中性 來這裡有很多題目 老師要補充喔要認真聽喔 這個心泡在油酸心裡面 因為心的活性 因為活性是心大於同 你記住老師一句話 活性大的當負極 失去電子 再講一遍 活性大的當負極 失去電子 活性大的容易失去電子當負極 好 失去電子 心就溶下來了 電子來那邊 這裡泡在油酸銅 所以銅就跑上來了 跑上來之後就會吸出來 所以負極失去電子變輕 正極變重 這是輔打電子的特色 它的質量 它的質量改變 跟電解硫酸銅 用銅棒電解硫酸銅的時候 它的正負極的質量改變是不一樣的 要比較 要比較 這個題目你不要只會一題 很重要的 所以 電子失去 心流下來 所以 這時候 心離子是離開芯片 銅離子是靠近銅片 所以正確的答案就是選A 選A 這個非常的容易 但是老師後面要補充的 下一次考一定會考這個演巧 基本學一切很容易考這個 那演巧的正離子跟負離子 正離子跟負離子要怎麼辦 來 為了讓它保持電中心 這裡正的越來越多 所以有了負的就要來中和它 所以 負離子 演巧裡面的負離子會游向負極 演巧裡面的正離子會游向正極 因為這裡的正極越來越少 它會過來補充 這個是過來把正離子中和掉 記住這句話 演巧下一次的考試重點 正離子游向正極 負離子游向負極 剛好跟我們的電解想法 很重要的一個考題 現在機測雖然這樣考很簡單 可是剩下的觀點題全部都要學會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28題 28題它在考什麼 溫度計 溫度計 第一節 你們上溫度熱的時候 第一節它都講得很清楚了 不管固體液體利用熱脹冷縮來測溫度 只要能夠均勻的熱脹冷縮的 就能夠來測溫度 現在這邊就是用液體 而且是用水來當溫度計 那你們用的是體積的熱脹冷縮 所以是這兩杯裡面的水的什麼在改變 體積 體積在改變 熱脹冷縮 它問你 這個地方 因為它比較高 因為它是溫度比較高的話 它這個水會膨脹就會比較高 所以它說 甲乙兩杯什麼 什麼東西 是質量呢 還是比熱呢 還是溫度呢 還是導熱性呢 甲會比乙大 因為這個實在是 測量什麼 溫度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溫度一定是甲大於乙 甲大於乙 所以是溫度 是溫度 因為這是溫度計 液體溫度計 利用體積的熱脹冷縮 還有 這個東西 你要注意 溫度計要注意換算 比如說攝氏華氏的換算 同學還要再複習一下 這都是同樣一個範圍裡面的觀念 好 接下來看到29題 29題在考你什麼 這個題目 同學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他覺得好害怕 這是在考什麼 其實這個東西 如果老師舉個例子 你就會很清楚了 比如說今天 洪老師在二樓 你在一樓 我搬了一台冰箱 用繩子綁著要接給你 這個堂皇 就是洪老師 底下這個堂皇秤 就是你 我問你 我把線放下去 等到你接到這個冰箱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幫我出力氣 撐住 這時候 我上面 我就不用出那麼多力氣了 會把部分的力氣 轉給你 但是 無論如何 我們只是要把冰箱 搬到樓下 所以我們兩個人出的力氣 就是要撐住這個冰箱的重量而已 這很簡單的概念 所以你看 今天如果洪老師在上面 繩子放掉 你怎麼辦 整台冰箱的重量 就壓在你身上了 所以今天我們把這裡遮住 把上面的堂皇拿掉 是不是 所以我這個物體的重量 就壓在底下這個堂皇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他說什麼 他說 今天這個上面的堂皇 上面的堂皇是 秤出來是300 底下的堂皇 秤出來是多少 500 請問這個物體是多少 太簡單了嗎 就是500加300 所以答案就是選 A 這個物體就是800克 如果一減斷 這裡就會800 了解嗎 好 很簡單 這個有一點 有點像什麼 子樣手橫一樣 我今天要出多少重量 這物體多重 我們就出多少力 兩個人和談他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三實體 三實體是有機化學的化學士 他說給了一個模型 這黑色的圈圈代表 黑色的碳 小圈圈 白圈圈代表7 你看到 1 2 3 有三個碳 所以這個東西都知道 三個碳 幾個 白色圈圈 很簡單 八個 C3H8 這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瓦斯桶 有沒有我們打電話 到瓦斯行去叫瓦斯 瓦斯桶裡面的叫做 液化石油器 裡面主要的東西 就是 餅碗 所以你記住喔 液化石油器 是我們用高壓 把餅碗變成液體 然後我們到 我們叫瓦斯店 幫我們送過來 燒的是這個 如果是現在比較 現代化的功率 從 瓦 我們講的 我們講的天然氣 天然氣就是 我們有管子 接到我們家裡來 每個月 幾度幾度我們去繳錢 拿到天然氣 那裡面的主要成分是 假瓦 是不一樣的 要小心 他就問你 請問這是什麼東西 找錯的 他是有機物 沒有錯 碳氫化合物 非常有名的 C3H8 對 在常溫常壓下 他是 氣體 所以錯誤的答案是選 C 麻煩你把它改過來 是氣體 劉老師這怎麼 背 老師教你一個簡單的 這本 不要只記冰碗 這考過好多次了 假碗也是 記冊考過的題目 只要是碗類 因為你們國中只學碗類 其實 它碗類是屬於什麼 我們所謂的聽類裡面 聽有什麼 缺 吸碗 但是你們國中只學 主要是學碗類 聽類裡面的 聽類裡面的東西 有幾大特色 一定要記好 燃溶與水 碳數越多 肺點越高 再講一遍 燃溶與水 碳數越多 肺點越高 所以 你聽清楚 一到三個碳 在正常的溫度下 他是氣體 像這是三個碳 四到六個碳 就是液體 像如果你手上有力可白的話 你看看 上面經常會寫一個 什麼 環幾碗 什麼環幾碗 幾碗 幾是六個碳 液體 六個碳以上的 就 廢點 溶點越來越高 就是變成了固體 所以根據這個來判斷 那我們也要知道 丙碗 它在常溫下 它是什麼 它是液化石油氣的主要成分 沒錯 所以唯一的錯誤 它問你 30題 它唯一的錯誤 答案是選C 要改成什麼 改成氣體 改成氣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第31題 好來 接下來我們看到31題 31題 剛剛老師不是在前面 有講的一題什麼 位置跟時間的 坐標圖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運動學 基本學歷策鏈 xt圖 就是我們所謂的位置跟時間的關係圖 還有VT圖 速度跟時間的關係圖 都是輪流在跑 所以同學一定要把它徹底 他把這個圖形 怎麼樣算 什麼概念 搞清楚來 你看一下 他說 矢量是4000公斤的貨車 煞車的時候 可以產生 十萬個十百千萬十萬 十萬牛頓喔 後面是幾個零 五個零嘛對不對 十萬牛頓的零 他說 如果他的速度 速率他是每秒20公尺 想要在2秒內 就讓他煞車停下來 請問 他還可以再做多少 同學 這個就是什麼 你記住 運動學是什麼 我們 運動學一定要把 速度跟時間關係圖 加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牛頓三大運動定律一起學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牛頓三大運動定律的第二運動定律 F等於MA 這個加速度 就從VT圖來 VT圖裡面的斜律 VT圖裡面的斜律 代表加速度 所以他們就是靠這個加速度 兩個在什麼 在千零的 所以你看 他說有一台車子 他的速度是20 他要在2秒內停下來 千萬千萬不要帶公司 有些同學 你看到老師的教學 他也會覺得好奇怪 學校老師怎麼帶公司 你怎麼用這樣算法 這個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要研究 或者是 問學校老師 他會再跟你解釋 來 煞車 20公尺每秒 2秒要停下來 很簡單 所以加速度 加速度有點像 數學裡面的公差 每秒鐘要減多少 你要減2次 減2次 減2次要減到你 所以很簡單 這裡相除代符號 所以就是負時 好 加速度負時 F等於MA摩擦力 這裡 用到這邊來 這邊算完了 拿到這邊來用 你看 我的 我的 摩擦力 這麼多 我的加速度 產生了負的加速度 所以我質量可以多少 可以到達1萬公斤 可是我車子本身多少 已經4000了 他還可以再多少貨物 我可以讓 你看我這個摩擦力 我可以讓1萬公斤的物體 1萬公斤的物體 產生負的加速度 你說老師 這邊你怎麼帶正的 因為摩擦力 摩擦力我們知道已經負的 所以我們這邊兩邊都取正 你知道是摩擦力 摩擦力一定跟運動方向相反 所以帶進來 他可以讓1萬公斤的物體 在2秒內停下來 那你記住 車子已經本身是4000了 所以1萬再減4000 所以他貨物還可以在多少 還可以在6000 還可以在6000 所以這一台車子 就算他在6000公斤的物體 他還是可以在2秒內 非常安全的煞車 所以這種評文你一定要熟悉喔 這算是基本學力測驗 未來幾年 越來越容易考的題目 因為高中的基礎物理 就是在考這個 了解嗎 好 你要管的 清楚喔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F等於MA 跟VG圖的關係 接下來你看32題 32題他說 打打用焦距20公分的透鏡 做成下實驗 裝置如底下的圖14 P為燭火到透鏡的距離 這個 就是蠟燭到透鏡的距離 這裡一根蠟燭 這裡一個透鏡 它之間的距離 這叫P 他說Q為子頻 Q 這裡有一張子 他會在這裡成像 他的距離 他說 子頻到透鏡的距離 叫做Q 請問P跟Q的對應值 算出來是這樣子 請問當P等於29的時候 這個P等於29的時候 請問是成什麼像 好 問題來了 這個就是透鏡 你注意喔 老師現在 一開始就有點距離透鏡 老師怎麼知道 因為會在子頻上成像的 會成實像的一定是透鏡 這考試有時候會先考這個 那這一題沒有 它只是直接考 好很簡單的道理 你還記得嗎 透鏡的成像 很多東西 老師我又要背了 不要被拜託 這裡是 這裡是兩倍焦距 你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透鏡在 兩倍焦距的地方 物體 物體 跟像大小一樣 跟透鏡的距離也一樣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事實 這個事實就是在告訴你什麼 2F就是等於事實 所以你的 焦距就是多少 20 好焦距是20 你現在擺的是29 焦距這裡20 這裡是40 那29 是不是在40 跟20之間呢 那是不是擺在這個位置 擺在這個位置 老師教你 來 老師在這個地方 一定要跟你講清楚 在這一段 F跟2F之間 你們經常在背 不要背 這一個就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在電影院裡面看到的 底片所擺的位置 然後再投影在螢幕上 你看到螢幕是不是很大呢 所以這個是小便大 是什麼 放映機 那如果在兩倍焦距外呢 就好像你拿相機 在照你的好朋友 照你的女朋友 男朋友 這個叫做照相機 你把這兩隻機的感覺 想起來你就會 所以現在擺在這裡 擺在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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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跟2F之間 所以你就會感覺 它的相是這樣子 會怎麼樣 會跑到這個位置來 而且是放大 道理的實相 所以它會什麼 道理放大實相 答案選C 你說老師 可是我在電影院 我看到的是正的啊 電影院裡面的男主角 女主角是正的啊 它因為在放硬式裡面 它的底片是倒過來放 所以你要來瞭解 這個題目在考的 就是這種感覺 而不是你每天拿的課本 在那邊背 什麼F 你2F之間 成像在哪裡 什麼2F1 錯錯錯 這樣子進考場 你這種題目 像死腦筋的讀法 一定會掛掉 記住 老師再跟你講一遍 這種關係會得到一個 P跟Q的關係會很好玩 它會這樣子 物體越來越近 它的像會越來越遠 這個會在紙屏上的實相 會有這樣的關係 所以你要好清楚 F跟2F之間 因為29剛好在這裡 所以成像在兩倍的焦距外 而且是什麼 導力放大實相 導力放大實相 這樣才會投影在銀光幕 如果是照相機是在這裡 照相機在這裡 會投影在什麼 底片上面 比較小 好OK 接下來我們看到33 33 這在考慮什麼 雙氧水分解 很簡單 老師直接把方程式告訴你就OK了 你要記住 雙氧水分解 雙氧水分解就是氧跟水 催化劑一定要寫在這個箭頭的上方 所以 唯一一個正確的 產物也正確 催化劑的寫法也正確的 答案是選多少 選第4個 這個方程式你自己一定要了解 這個沒有什麼技巧 你一定要理解 方程式的寫法 催化劑的寫法 接下來我們看到34題 34題 考你很基本的概念 什麼概念 聲音的傳遞 聲音的傳遞 它的速度是什麼 在固體 大於液體 大於氣體 而且記住一件事情 高溫 溫度越高 聲音傳播的速度會越快 所以他說有一架戰鬥機 像地面投擲炸彈 極重目標之後爆炸 那當時地面沒有風 請問聲音哪一個會最先傳到 最先傳到哪裡 好 他說離目標路400公尺的真空 注意真空是不會傳聲音的 沒有戒指 所以A一定錯 A一定錯 消掉 在目標上空500公尺 或者是用聲音的 500 同樣都是什麼 同樣是空氣 這是空氣喔 500 7的答案 它也是500 它是在洞穴 火在洞穴是不是以泥土 來傳聲音 不信你趴在桌子上 自己敲桌子 那桌子也會傳聲音到你的耳朵 這個就是泥土 那 空氣傳聲音 同樣是500 泥土傳的會比較快 還有火車 當然你這個不會來做實驗 你如果在火車的鐵軌上面 或會在地板上 或是你在家裡 對不對 有時候在家裡 偷看小說的時候 爸爸從樓下上來 一過在地板上一聽 就有聽到爸爸的腳步聲 這就是什麼 固體在傳聲音 它會比空氣來得快 所以C會比V來得快 所以答案是選C 固體的傳聲音速度會比較快 光 光剛好相反 光剛好相反 而且光在正空中還會傳遞 聲音是不行的 這個觀念要記好 下次會改靠光 光跟聲音都要搞清楚 來 三十五 三十五 你有沒有發現 機側重複的題目太多了 剛剛好幾集 都有這種環面 還記一下電線上面 真正在跑的是誰 電子 所以子子是不會動的 所以現在你看到它有正號負號 有正號負號 而且電子一定是從負極流出 一定是從短的這個地方流出 流出然後繞回正極 所以現在你搞清楚了 現在這個圖負極在這裡 看到負極在這裡 所以電子一定是從B流向A 往上流的 往上流的 正號是直子不會動的 所以電子負號往上 正號不動 所以答案是選B 正正導線上在移動的是電子 電流是不流動的 OK 好 三十六題考慮什麼 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這個基本學歷車業也是 每年的熱門考題 來 所謂的平均速度就是什麼 不管過程 只管起點跟終點的距離 這個題目就跟你講說 小民上學 騎腳踏車上學 從家裡到 從 從家裡 從家裡到早餐店 然後 從家裡到早餐店 再從早餐店騎到 學校 懂嗎 這個是過程 然後問你說 請問平均速率是多少 注意 速率是不要管 速率是不要管過程 速率是要管過程 不管你起點跟點 中間的所有過程都要算 一步一腳印的意思 你走到哪裡都要算 所以你從這裡到這裡 所以速率是多少 2加1 除以你的時間 20分鐘 你要記住 20分鐘 因為他用小時 是1 3分之1小時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1 3分之1小時 3公里 3公里 除以1 3分之1小時 所以答案就是多少 3公里小時 3公里小時 所以 這是9公里小時 所以標準答案是選A 標準答案是選A 但是你看V錯在哪裡 總位移不可1加3 總位移是在哪裡 直角三角形的斜邊 這裡是多少 根號2的平方加1的平方 這一段是多少 根號5 所以不是不是3公里 位移是不要管過程 只管起點跟終點的直線距離 所以B的答案改過來 改成根號5 好 平均速度就是把這個根號5 除以1 3分之1 所以C也錯 因為你有改變方向 所以不可能是等速度 不可能是等速度 所以AVC豬 唯一正確的答案就是選A 這樣子了解嗎 平均速度跟平均速率一定要會 基本學歷車在95年度 曾經有一次是 考了一大題的題組 就是考平均速度平均速率 同學也可以參考考看 不會很難 基本學歷車験就是基本學歷車験 你只要掌握它的重點 就會學得很精通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37題 我們看到37題來 37題它說有一個電路裝置 好 如圖29 這是機測裡面考的 屬於電流的什麼 熱效應的題目 電流有三大效應 電流的化學效應 電流的磁效應 電流的熱效應 電流的化學效應 剛剛老師前面幾題 有人看到電階水那種題目 現在考的是什麼 電流的熱效應 他說什麼 S是0.5歐姆 S是0.5歐姆 串連了兩個同樣的燈泡 這個同樣的燈泡 這個同樣的燈泡規格是多少 8伏特32瓦 這兩個都一樣 這兩個都一樣的規格 他說不管 他說流經過燈泡 這個燈泡的電流 這樣子流過來的是4A 就是4A 請問 這個 他說電池導線這些沒有電池 他就告訴你 這有電池這有電池 這有 這裡沒有 他說這樣子的話 電池 注意聽喔 有時候是問你一個 但是他現在問你全部 這裡全部電池的總電功率是多少 很多同學看到這個題目 他以為 他要把所有的電池算出來 然後在這邊算 不用了 同學老師教你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技法 而且考試一定會考 因為 以能量守恆的觀點 我問你 今天 這個 保險師也好 這個保險師也好 這個燈泡也好 他們的能量都是誰給的 都是電池給的 電池是他們的衣食父母 他們沒有給能量 他們怎麼燈泡也會自己亮 對不對 所以很簡單 這裡是串聯 串聯電流相同 所以一路上所有的電流都是4A 那不要忘了 電流熱效應 非常重要的一個式子 同學都有變 你看喔 基本學一測驗很爛喔 不是爛 是怎麼樣 他故意誤導你 他公式有給你 可是他給的 心不甘情不願 他給你這兩個公式 就要來誤導你 你說老師我帶進去 沒得帶 因為我要算的是他 那老師 那我就把他 帶進去啊 然後把這個電子算出來 天亮的啦 這個題目在考慮什麼 注意 老師該跟你講一遍 只要算到 總電源的電功率 送你三個字 叫做 VIP 知道什麼叫VIP嗎 Very Important Picker 不是啦 Picker Very Important Person 貴賓有沒有 爸爸媽媽 你爸爸媽媽有什麼俱樂部的貴賓卡 VIP 很好記 我們學校 都記什麼 P等於IVP等於VI 這不是那種記嗎 幹嘛這樣折磨自己 好 VIP 所以 V在哪裡 在這裡可愛 多少 9加9 Bingo I呢 因為 串連電流相同 乘以4 答案就是 18乘以4 多少 72 12 所以答案就是選 C 很多同學看到我這樣串 哇拍手 老師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這是觀念的問題 串連 串連的話 這裡每一條電路上的電流會一樣 所以你只要他送出多少電流 你就知道他提供多少的電功率 每秒鐘提供多少的電流 重量的觀念 好嗎 你不要被自己的公司誤導了喔 知道沒 其實這個一轉換不是就變成他了嗎 只是你要知道怎麼樣的使用時機 好吧 了解 重要 38 好 38那是考慮什麼 電解水 又來了 你看到沒 所以 基本權力測驗的重複性大不大 很大 剛剛從 你看 我們現在講解到38點裡面 這是歷年來的機測 那你要發現都有重疊性 那 你要知道 學了這些 你要怎樣舉一反三 電解水 電解水老師剛剛有講過了沒有 正 癢癢 好像才剛剛講過嘛 正極才是什麼 氧氣 但是這題目 多一點的 這是不同年份的考題 你看他多加了一點點 讓你的味道稍微重一點 他說什麼 請你告訴我 他們的體積比 好啦 不要忘了 H2O 老師教你怎麼記喔 很好記答案在這裡 體積的答案就在這裡 你只要會寫話題是H2O 為什麼 因為氫跟氧都是雙原子 所以 數目 只要你原子數目一樣多 分子數目 原子數比就是分子數 因為它是H2O2 他們都是兩個一組 兩個一組 所以原子數多 分子數就多 所以這個地位2比1 所以氫的體積比氧的體積就是2比1 從這邊來看 氣體喔 只有氣體喔 體積比就是分子數比 就是墨數比 這句話要記好 體積比就是墨數比 就是分子數比 適用在氣體 好啦 那是什麼極 正極 這是什麼極 氫氣是什麼極 負極 那你看一下 現在 甲之階正極 乙之階負極 所以就回答問題了 甲可以 收集到什麼 甲可以收集到氧氣 而且體積只有乙的一半 所以甲收集到氧氣只有體積 簡直有乙的一半 答案就選B 我告訴你喔 如果你腦袋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題目 你只有猜 很多同學到現在背這個東西 還背得模模糊 每次老師問 正極產生什麼 負極產生什麼 氧氣 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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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自己 氧氣就是氧氣 氫氣就是氫氣 怎麼記 是很癢癢 清別氧就是2比1 這種數字絕對不能模糊 不能夠模擬兩可 這樣子你分數就很容易拿到了 懂嗎 好 39 又來了 你看到沒有 基側的重複形 基側的重複性 一再一再告訴你 考古題的好處 來 他說 浩文測試的一種 無色的水龍液 分泰又來了 有沒有 分泰石蕾都考過 基側都考過了 無色 遇到這個水龍液無色 那無色一定是什麼性 一定是酸性 這個底下就要找酸性的東西 他說放入大理石之後會產生氣泡 太漂亮了 大理石碳酸 鹽類 遇到酸 一定會產生二氧化碳 麻煩你記好 碳酸家族 碳酸幹 碳酸鈉 碳酸氫鈉 碳酸鎂 碳酸家族 液到酸的產生二氧化碳 很重要的 國中化學基本概念 好 產生二氧化碳 那這一定要找酸 你看底下才是酸 氫氧化料溶於水 鹼性 氫氧化鈣溶於水 鹼性 氯化氫溶於水 H CL的水龍液溶於水 叫做什麼 鹽酸 學名叫什麼 氫氯酸 所以酸性的答案選C 然後你說氯化那 氯化那不用搶了嘛 家裡廚房裡面的食鹽 什麼性 中性 好 40題 基側的重複性 老師在上一節 不是才跟你講過 算什麼 分子數 現在聽不懂算什麼 氧原子 氧原子 來囉 一樣 算法一模一樣 來 A B C D 我們把那化學式寫出來 C6H12O6 很多組學很怕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是因為你不了解你才怕 了解之後根本就沒什麼好怕 來我們先算出它的分子數 老師剛剛不是講 墨數比就是分子數比 那什麼呀 分子量一定要算出來 這裡來 老師現在 用 把它的克數超出來 180 我用黃色粉筆寫的就是它的分子量 知道嗎 分子量180 CO度 44克 它的分子量多少 44 黃色粉筆的就是分子量 重量除以分子量 H2O 36克 它的分子量18 氧氣多少 氧氣多少 16克 分子量O2是多少 32 好但這不是答案 為什麼 因為它要問的不是這個 這是這個東西分子的末素 它問你裡面的氧原子 就好像今天我送你一個水果禮盒 一盒水果裡面有兩個蘋果 兩個榴槤 老師你錯了 不可以送榴槤 它不要榴槤 那我們改稱兩個芒果好了 這個 這裡面的水果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幾個 那現在這個水果禮盒裡面 每一盒裡面有6個碳 12個氫 6個氧 我不要問什麼 我只要問氧就好 所以我就要把這個答案在乘以6 又在這裡 這個有幾個 2個 所以乘以2 我要問氧原子 就是我不同的水果禮盒 我只要問裡面有幾個蘋果就好 一樣 F2O這裡乘以1 這裡乘以多少 2 Bingo 所以答案算出來 誰會最大呢 來 這裡多少 對不對 來 6 這裡多少 1乘以2 這裡多少 2 這裡呢 1 1 2 所以最大的答案 選A 養原子最多的答案是選A 注意老師在計算過程的一個思考模式 了解嗎 所以末數沒什麼可怕的 對不對 運動學沒什麼可怕的 電流熱效率沒什麼可怕的 經過老師這樣講解 基本學歷稱 理化 絕對是十拿九穩 不要是十拿九穩 十拿十穩 百分之一百可以掌握到 這個命題的方向 以及解題的技巧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下一題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41題 41題 同學一看到這個題目 然後他看到題目裡面的公式 是不是剛剛老師才講過而已 不同年代的 計策考模式 考什麼 電流熱效應 那你會發現 這跟剛剛我們上面講的那一題 你會發現 題目裡面給你的公式 真的好像就是故意要誤導你 你看考卷上面是不是印了兩個公式給你 可是在這邊卻不是用這個來算 那老師那這怎麼辦 所以你腦袋要很清楚啊 他在這邊問什麼 他說有一個電路降裝置 假是比歐姆的 以柄都是兩歐姆的電燈泡 他說請問通電之後 假以兩個燈泡的電功率比怎麼辦 老師正常講過 不管你帶什麼公式 你只要保持一個原則 因為這個地方還可以把它引申出什麼 P等於V平方除以R 利用它來換算 P等於什麼 I平方R 那因為這個題目麻煩 怎麼麻煩 因為它有病臉又有串癢 這邊的電壓 三個的電壓 因為它們兩個病臉會一樣 但是它的電壓跟它們不一樣 而且這裡又一個總電壓 這裡的電壓都不一樣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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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不一樣 所以老師奉勸你 而且它還沒告訴你電壓 很多時候沒有電壓怎麼算 這只是要算比值 所以呢 你看喔 病臉 這兩條病臉 電壓相同 現在電阻又一樣 所以我們假以以柄的電流一定會一樣 那我們就假設 這個不是病臉電流相同 你不要誤會喔 是因為電阻一樣 電壓又一樣 這樣才會造成它電流相同 它是病臉 像我們家裡的電器 除了保險絲要跟電器串臉以外 家裡的所有電器 我告訴你不要懷疑 一定都是病臉 好 所以它的電流 我們假設 因為它題目沒給我們 好我們假設 一安培好了 柳老師為什麼要假設一 隨便你假設二 就是兩個都是二 三兩個都是三 那這裡電流 是從這邊匯集進來 兵分兩路的 所以我們匯集回去 這裡就是二安培 好啦 那老師你怎麼知道它是一還是二 因為那是要算比值嘛 如果你怕的話 你就假設K好了 好嗎 那老師就假設K好了 來 這是K 這是K 那這裡就是多少 2K嘛 一樣的意思 好 那再來戴這個 為什麼 有I了 有R了 所以為什麼不戴這個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的電壓 也不知道它的電壓 甚至連這個電壓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捨棄啊 不要亂帶 好 OK來吧 假呢 就是2K的平方 I平方R 比上這裡 K的平方 I平方R 所以來 K平方 K平方約掉 這裡就會變成多少 2的平方是不是4 4比2 4比2 所以電功率比 假跟乙的電功率比 就是多少 2比1 所以答案就是選C 老師再跟你強調 你變喔 基本學歷程給的公式 我告訴你 它有時候 你自己要小心 因為不見得這些公式 就可以直接用 它還要再轉換一遍 那這轉換是什麼 靠你自己的原理 你對原理的理解 懂嗎 所以這個地方 這一題是電流熱效應的方法 上一個單元 我們不是也有講到電流熱效應嗎 兩題比較一下 這個叫基側考古題的重疊性 所以寫考古題有沒有用 絕對有用 你就可以很清楚 要怎麼樣解這些題目了 好接下來我們看42題 42題是很單純的 只要你找出什麼 物理變化 物理變化就是沒有產生新物質 只是狀態的改變 所以答案選什麼 真善作用 答案是選C 很簡單的 光合作用 產生新物質 呼吸作用 香化作用都有 產生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叫化學變化 好這題目也要小心 有時候要考你吸熱放熱 你方方考古題 一定有這個題目 他同時考你物理變化 又考你吸熱放熱 在95年就有考這種題目 所以你自己要小心 自己再方方考古題 這叫做重疊性 他考一樣的範圍一樣的觀念 可是他會每一年每一年 會加一點點 加重一點點 他那種味道 知道嗎 好43題 考VT 老師從剛剛講解到現在 不是也有兩三題這種題目 但是題型做法都OK 只是他題目改包裝了 有沒有 剛剛那個 什麼 貨車 剎車 那現在改一個題目 他考什麼 他說一個汽車 在公路上行駛得到的VT圖 請問0到12秒之平均加速度 老師 什麼叫平均加速度 平均加速度 就是不要管過程 知道起點終點的速度差 速度差這個data之後變化 除以時間 好吧 後面減前面 後面減前面 所以這裡對到的速度是多少 這裡對到的速度是多少 15 後面這裡的 前面的速度 後減前多少 30 看到嗎 時間呢 12減0 這個叫做什麼 平均加速度 所以這個答案除出來多少 負15喔 這是負的喔 負的喔 所以速度 他們平均 平均加速度是負的 所以這裡答案算出來是 除以3 所以這裡多少 4分之5 負的4分之5 就是負的多少 1.25 負的1.25 所以答案選C 好 老師在這邊給你做一個預告 往後的基本學習才一定會出現 要你找 平均速度 現在這個題目是找平均加速度 如果平均速度怎麼找 如果題目要找0到12秒的平均速度怎麼找 記住 把這一塊面積 把這一塊面積 它的面積 它的面積 它的面積就是代表你的位 把它除以10間 除以12秒 注意喔 這個題目 老師給同學做預告 你不要參加基本學運測驗 一定會再出現這個題目 面積代表距離 平均速度的算法 好嗎 這個題目的隱身題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44 44是什麼 電流的磁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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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裡不再考電流的磁效應 同時考你什麼 電磁感應 這兩個名詞 同學一定也要比較清楚 不然上機測考場很容易亂掉 來首先它問你說 請問這個S 按下去之後 它周圍的磁場 來 老師教同學 很基本的 電流一定是從正極流出來 我們眼睛看到的這一面 都是往下 四肢手指貼上去 往下 你就 手指頭往下 往上 手指頭都往上 貼下去之後 往下 手道一伸出去 這邊就是磁力線的什麼 N級 所以磁力線就會往這邊 這是一塊磁點 磁力線出去 就要從這邊什麼 進來 所以第一個答案 它問什麼 接通後 C點的磁場 它說這一點的磁場 是下 右 好像對喔 我們先寫著 好像對喔 接下來我們看 對不對 它說如果接通一段時間 這裡的減流劑會偏轉 注意 這個叫做 從這邊來感應它 這叫做電磁感應 這裡減流劑會偏轉 只有在什麼時候 一瞬間而已 只有它打開 打開 打開或者是按下去的時候 它會偏轉一下 如果你接上去 一段時間之後 它穩定了 沒有磁場變化 就沒有感應電流 所以V不對 再來 他說切斷的瞬間 喔喔 切斷的瞬間就偏轉 所以 VC都錯了 VC都錯了 最後一個 當他切斷 同學 切斷沒有電流 這裡就沒有磁場 他說切斷之後這裡還有磁場 騙人的 所以唯一正確的答案就是選A 這個同學一定要再去把電流的磁效應跟電磁感應搞清楚 這邊剛好老師跟同意講 有電流產生磁場 這叫電流的磁效應 我們利用磁場的變化來感應另外一個線圈 讓它產生電流 這叫做電磁感應 因為這裡磁場變化來讓它產生感應 叫電磁感應 這兩個名詞一定要弄清楚 不然進考場你一定會混亂 心裡一混亂 腦袋就會空空的 就會亂寫 知道嗎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第45題 好我們來看到第45題 45題在考什麼 牛頓三大運動定律的第三個定律 而且它配合第二運動定律來考 你要知道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是什麼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作用在不同物體 而且不能抵消 所以這兩個人拿著 注意喔 彼此互拉線 他們會互相靠近 這是一種考法 第二個考法就像這一種 它考你正比反比 因為同樣的力 這個相同質量跟加速度會成反比 那甲乙的質量是3比7 數學裡面的反比叫做倒數比 提起什麼 這是因為兩個 所以很多同學都已經習慣了 3比7反比就是7比3 但是如果三個就不可以這樣子喔 你不可以1比2比3的反比就是3比2比1喔 記住 反比是倒數比 好所以3分之1比7分之1 答案就是多少 7比3 所以這時候他們產生的加速度比 答案就是多少 7比3 那同學老師在這邊可以提醒 考試的時候 除了考這個牛頓三大運動定律的計算 觀念以外 還要注意牛頓第三運動定律有哪些例子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有哪些例子 慣性 比如說 踩煞車 人會往前傾 還有 飛機 飛機 噴射機後面的氣體 還有火箭噴射氣體 跟火箭之間是第幾運動定律 這個你一定要複習 因為基本學生除了考計算以外 還會考觀念 他會問你 以下何者是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以下何者是第一運動定律 一定要小心 好嗎 接下來我們看到46題 46題他說 以1公斤的水平力 拉木塊 可以剛好拉動 恰可拉動那個恰圈起來 這個就是告訴你 1公斤重的力 叫做最大劑摩擦 最大劑摩擦 所以他說可以拉動囉 可以開始拉動 來就是這個 沒有法碼的時候 1公斤的力剛好可以拉動 我加一個法碼進去 兩個法碼 三個法碼 我要拉動的力氣 我要剛好拉動的力氣 越來越多 這定律在搞什麼 我們知道最大劑摩擦力 最大劑摩擦力 很重要的概念喔 最大劑摩擦力 一定跟你的正向力 就是你壓在上面 你今天一個木頭在這裡 今天在上面 法碼越多越 這裡的正向力越大 最大劑摩擦力越大 成正比 所以來 我們根據這個 我們來排出一個式子 他說請問這個木塊是多少 因為他說每一個法碼是多少 每一個法碼是一公斤 每一個法碼是一公斤 一公斤重 那我們原來沒有法碼的時候 就是木塊重 木塊X的時候 正向作用力是多少 1 最大劑摩擦力1 因為水平式力 就是最大劑摩擦力 恰啟動 這個就是它 當我改成加一個法碼的時候 加一個法碼的時候 這時候水平式力是1.2 請問這個 木塊原來多重 很簡單 來 這我們不要交叉相成 拜託同學 你麻煩你把它上下變成整數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很舒服嗎 連不用交叉相 你看知道x數是多少 5嗎 500進去兩邊才會一樣 所以這就是木塊重 木塊重 木塊重就是5 所以46題答案是選C 注意 考試會考慮什麼 摩擦力的觀念 影響最大進摩擦力跟動摩擦力的 有什麼 正向力還有這個接觸面的性質 這一定要記好 觀念跟計算你一定都要會 知道嗎 輪流再考 從剛剛這麼多題 老師已經講了40幾題 你看到那個機側的重疊性 重複性是非常明顯的 會考的重點還是重點 只要有考過 你都要一定要多加注意 多加複習 接下來看到47題 47題開始考你什麼 考你 他說今天把碳酸納 跟氯化鈣混合之後 會產生什麼 記住 碳酸納 LA2CO3 跟什麼 濾化鈣 CACL2 你們國中最常考到的 就是鈣跟碳酸的沈澱 這當然就會產生什麼 碳酸鈣的白色沈澱 所以這個就是你們質量守門的 實驗 彈性皮膚 倒過來之後 沈澱前、沈澱後 質量不變 雖然有白色沈澱 但是質量還是不變 所以這會產生什麼 白色沈澱 所以答案選A 答案選A 這是質量守門 很常考的題目 好 再來 48 48在考你什麼 空氣中的成分 以及用乳 他說 底下這個圖 老師直接唸喔 注意看喔 他說 甲 甲是量多 會造成溫室氣體 那麼這個甲就是誰 溫室氣體就是CO圖 乳可以製造氨肥料 不要忘了喔 因為氨是NH3 NH3是沒有蛋 所以它一定是含有蛋 所以甲乙的答案 A1的答案寫法 再來 過性氣體 亥乃 雅 克 山東 你們國中所學到的就是這個 雅 再來 霓紅燈 老師有教過同學 奶 奶 奶 台語不曉得同學懂不懂 奶的台語叫什麼 你 所以 奶跟 你 你跟奶 你就可以記得很清楚了 奶就是做霓紅燈的 紅燈就是用奶做的 所以答案是什麼 這個是MD 所以 病 又錯了 可以充填氣體 可以充填氣球的氣體 沒有錯 就是D D就是什麼 HE 氨氣 答案選豬 為什麼氨氣可以充填氣球 因為 它很穩定 如果你用氫氣的話 氫氣很不穩定 很容易爆炸 所以現在一般 我們大型的 大型的 運動會 會放那個 氣球裡面充填的那個氨氣 比較穩定 比較不容易 那種爆炸 三道人的危險 汗氣 充填氣球 所以正確的答案選豬 這種題目 一定要背清楚 這個完全都是記憶的東西 接下來 49 從49題 老師要再強調 有沒有 老師在前幾題 不是有介紹一個秉王 現在在介紹什麼 假王 一個看四個清 這不就是再次的證明 基側的重複性嗎 老師考不一樣 當然不會完全一樣 但是考的範圍都是一樣 假腕老師跟他講嗎 天然氣 從管制 天然瓦斯 到你家裡來 這叫假腕 所以他說 請問這個東西是假腕 它是分子四 沒錯 點火容易燒 對啊 用來煮飯的啊 他說常溫下 又跟剛剛考的那一體一樣 這常溫下是什麼 氣體 不是液體 所以錯誤的答案選 第四個 第一把它改成氣體 氣體 它常溫下是氣體 好 接下來五十題 又是什麼 老師剛剛已經講過了 類似題 所以基側 你老師講完這些考古題 你再把原理 老師這個講義 背後的原理再復習一下 相信你考基側 真的很容易 接下來它是不是什麼 請問哪一個圖 它帶正電 老師剛剛講過了 外面的是電子 裡面的是子子 子子帶正電 電子帶負電 這點一點一點的是中子 中子你看到中 就是電中性 中 中庸 中性 電中性 就是不帶電 好 它要有帶正電 就代表裡面黑色圈圈 要比外面白色圈圈多的 唯一一個圖 就是現在老師上面畫的 黑色圈圈 你看清楚 黑色圈圈是子子 白色圈圈是電子 所以黑色圈圈 所以比白色圈圈的多的只有C 這個圖 所以帶正電的答案就是選C 這個是很簡單的什麼 拉塞浦的原子模型 剛剛老師也有講過一個題目 你看到沒有 都是一個類似題 同樣的範圍 把它搞清楚啦 你基側就很容易拿高分了 好接下來老師會介紹 第51題 好 我們來看到第51題 第51題 它說小柚使用四根管子 放到水銀裡面 水銀就是拱阿 放進去之後 它折到這樣子 它說這個釘上面是真空 好 這個題目其實就在考慮什麼 大氣壓力 利用液體的密度來測大氣壓力 脫離切力真空 這老師要跟同學講 脫離切力真空指的這個H 一定是叫做垂直高度 什麼叫做垂直高度 今天你管子不管怎麼傾斜 我要你要的就是跟這個水銀面 垂直線的長度 垂直高度 所以這裡 我們這裡是真空 其他這個不管 題目沒講 但是我們知道 它這個地方雖然是90 可是它的垂直高度 剛好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這個叫做垂直高度 那我們因為用的是水銀HG 所以不要忘了 一大氣壓 它你用的功 這個CmHG 這個HG就是元素符號 所以這個答案 我們要找的是這個76 就是真正測出來的垂直高度是76 結果76公分水銀柱高 所以答案我們就是要選B 好 這個題目老師要跟你補充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什麼觀念 考試會考你 這個大氣壓力的高度 這個水銀的垂直高度 這個垂直高度跟什麼有關 來 跟水銀面差 管內外的水銀面差 跟什麼有關 來 同學注意 第一個 要注意裡面有沒有空氣 裡面有沒有空氣 這個高度的高低會變 這是一個觀念 要去了解的 第二個 這個測量的位置 你是在平地測還是拿到阿里山上 拿到喜馬拉雅山去測 因為高空 大氣壓力越稀薄 大氣壓力越小 這裡測出來的高度 這裡會越短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你用的液體的密度也有關係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水銀 這裡的高度差會比較短 如果用了水的話 它的高度差可以長達十幾公尺 所以注意 影響它的有三個 第一個 你裡面有沒有空氣 第二個 你測量的位置在哪裡 第三個 你用的是什麼材料 很重要 至於 這個管子的粗細 你用的玻璃管到底是粗的 還是細的 沒有關係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你這個玻璃管到底是傾斜的 沒有關係 因為長的都是垂直高度 這個很重要 大氣壓力很容易考的觀念 好 接下來我們看52題 52題在考什麼觀念 考合力等於0的觀念 他說 高空等速度落下 等速度三個字 麻煩同學用紅筆圈起來 等速度就會知道什麼 合力0 注意 等速度是合力0 但是合力等於0 不一定等速度 因為合力0有兩種狀況 等速度或者是禁止 但是等速度馬上知道合力0 合力0就是向上向下的力一樣 然後落下兩個字也圈起來 因為這個落下就是要決定 決定摩擦力 也就是空氣主力的方向 他說往下掉 重力永遠往下 受地心引力 空氣浮力 空氣浮力 力一定是往上 重力往下 好 現在因為它是什麼 垂 它是落下 所以你往下掉 摩擦力空氣主力 一定跟你的運動方向相反 你往下掉 所以摩擦力一定是往上 這裡的摩擦力代號 空氣主力就是好 所以向上的力要等於向下的力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什麼 往下的要等於什麼 往上的 所以到底要等於R加V 答案是選A 同學不要高興喔 這個題目老師只要換兩個字 答案就不一樣了 如果我說有一個氣球等速升空呢 這個在基本學歷稱也有考過這個熱氣球的題目喔 這個叫做雷同性的題目 等速升空這個R就要往下 因為運動方向相反 這時候答案就會變成V 等於W加R 所以你注意答案是會變的 注意這個運動方向落下這兩個字 很重要很重要 好不好 因為它可以決定這個R的方向 了解 好 底下53題 53題就是你們國中裡面的核化學 很基本的衰變 它說有一個放射性的元素 X 它這個叫做什麼 還記得嗎 直量數 這是什麼 原子序 原子序就是直指數 這是 原子序 直量數 直量數是什麼 直指加中指 所以你如果考試考你 238-92就是它的中指數 可是這個題目不是考這個 它考你什麼 它衰變 放出一個 放出一個 這個HIGH 請問會變成多少 這是小學數學 238-4多少 236 92-2多少 90 你找到236-90的 236-90的答案就是選A 這個只是很簡單的衰變 但是老師要提醒你 這個題目還可以考你同位數 什麼叫同位數 同位數 就是原子序相同 就是裡面的直指數相同 但是中指數不同 就是上面不一樣重 記好 下次機車就會考了 同位數 就底下的原子序相同 上面的直量數不同 OK 那這一題很簡單 就把這裡剪過來 就是答案了 答案選A 54平 排水法求體積 算綠豆的體積 他說我把綠豆倒進去 這時候綠豆的體積是65 那我再加 我再加多少CC的水 40毫升的水進來之後 這裡的刻度是多少 87 那我問你 請問這裡面有沒有空氣 有 所以這不是它的真正體積 但是這裡面有沒有空氣 沒有 為什麼 當你倒水的時候 裡面的空氣就會被趕走了 那我們知道水是40 那我這裡測到的確是87 那我真正的綠豆就很簡單 87-40就好了 答案就是多少 47 所以這綠豆的體積 答案就是真正的體積 就是選V 這叫做排水法求體積 一個條件 綠豆不可以浮起來 綠豆浮起來 就不能用這個方法算了 還有 如果這個東西會容易水 也不能用這個方法來算 知道嗎 要特別小心 考試的時候 曾經考過一個題目 鹽巴 我要怎麼樣算鹽巴的體積 你不可以把鹽巴丟到水裡去 要怎麼樣 把鹽巴丟到飽和食鹽水就可以了 因為飽和食鹽水就是鹽巴不會再猛了 你丟下去鹽巴的時候 這裡會看到很明顯的會上升 當你用飽和食鹽水的時候 就可以測鹽巴的體積了 但是如果是普通的水 就不行 注意這個觀念 一定要怎麼樣 這樣才能用排水法 燃濃雨水 而且密度比水大 才能夠用這個方法來修理機 底下 我們來看到第55題 55題 這是什麼運動學的實驗 一台車子 後面擺了一個紙袋 然後 車子往這邊拖 我們紙袋一直往這邊擋 所以就是前面 越擋 越來越寬 注意 點跟點之間的時間是一樣 那你說老師 點的距離為什麼會變大 因為速度變大 速度變大 所以距離會變大 所以這個題目他說 根據這個圖 它的運動速率是越來越大 往這邊點 越大 距離 越來越大 距離 速度越來越大 距離就越來越大 沒錯 A的答案就對了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 BC豬有沒有問題 他說 所說的合力為0 錯 合力為0就會等速度 他沒有 他沒有 因為他的速度在改變 再來 紙袋的相鄰兩點 距離越大時間就越大 錯 不管你距離大小 打點的那個機器 他的打點的固定 每秒鐘打幾下是固定的 所以點跟點之間的時間是一樣的 改成一樣 把C的答案改成相同 所以C錯 距離越小 代表速度 越什麼 越慢 不是越大 距離越大 不要忘了 速度等 速率等什麼 速度速率 在這邊因為直線 沒關係 來 沒什麼 距離除時間 你今天 我的時間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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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乘過來 我速度越大 這裡距離就越大 所以間隔距離越大 代表車速越快 所以正確的答案只有選A 答案選A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56題 56題 這在考什麼 非常簡單的一個觀念 老師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我有一杯糖水 我糖水攪拌均勻之後 我用吸管 我喝第一口 跟喝到最後一口 濃度會不會一樣 一定一樣 除非你有什麼 你有特異功能 我吸管吸下去 我只吸水 最後糖 留在杯子裡 那你厲害了 你可以去當什麼 當船員 為什麼 海水撈上來 對不對 吸管一吸 鹽巴都跑出來 沒有那麼神奇 那這裡考什麼觀念 只要你不加水 不加糖 同樣一杯的東西 你倒來倒去 大杯小杯 濃度都一樣 何況這一杯已經飽和了 不要被騙了 他說我有10毫升的水 加了3塊的硫酸鐵 充分攪拌 還有沉澱 那我把上面倒掉 那上面的濃度 還是飽和 所以答案是1比1 這個題目很簡單喔 再看之下好像很複雜 其實在考慮飽和溶液 飽和溶液 答案是1比1 好 第57題考什麼 PE跟PVC PE跟PVC 它都是聚乙溪跟聚力乙溪 不要忘了喔 聚合物 有機化合物裡面的聚合物 只是分子量比較大 叫做高分子的化合物 所以聚合物也是有機物的一種 它裡面一定會含有什麼 含有碳 所以答案是有機物的特色 老師不是有講過嗎 前面幾題 有沒有 考古題的重複性 有機物一定含有碳 但是含碳的不一定是有機物 重要的觀念 所以有機物一定還有碳 答案是A 58題考你什麼 冰水水蒸氣 固體液理氣體的觀念 把那個等重圈起來 一樣的質量 一樣的質量就會有一樣的分子數 所以V一定錯 V要改成等號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V的答案先消掉 因為相同的重量就會有相同的分子數 再來 密度 密度錯了 一看就知道 冰會浮在水面 所以那個A的答案 A也一定錯 因為什麼 水的密度大於冰 所以冰塊丟下去 冰塊會浮 知道嗎 所以AB 錯了 最後體積 一個分子不會因為 注意喔 水跟水蒸氣他們的差別 不是分子的大小 是分子跟分子之間的距離 分子跟分子之間的距離 就好像我們今天到夜市去 人好多 好擠喔 好擠是因為空間 人多了 變擠了 不是你的體積變大 所以你分子本身的體積 不會熱在你說 熱在你說 是因為什麼 分子跟分子之間的距離改變 所以唯一正確的答案只有選第四個 為什麼 什麼叫自由度 就是分子跟分子之間距離變大了 不容易彼此影響 所以自由度最大的是 水 水蒸氣 氣體 自由度最差的是 彼此被什麼 綁住了 所以 標準答案 正確的答案是選 豬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59題 好擠我們接下來看看59題 這59題的題目 在考你什麼 老師剛剛不是也有講過這個題目嗎 光的 折射 反射 要找角度 要先做什麼動作 找法線 對了啦 這就是 考來考去 不是有考同樣的觀念嗎 法線 什麼叫法線 跟接觸面垂直 跟接觸面垂直 這是反射啊 那法線 真正的角 這個才叫做入射角 真正的角是叫入射角 好 算數學 事實 這邊兩個一樣 所以這邊當然就是事實 三角形內角合 一百八 四十四 這是多少 二十 這兩個加起來一樣 這兩個加起來一樣 所以這個角度就是多少 二十度 知道沒 這個在考你什麼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所以這個細打角就是多少 二十度 二十度 很簡單的概念 但是老師再強調一遍 只要是光 不管是折射反射 只要算角度 法線 一定要畫 這個法線 就是你的生命線 專門救命的 專門救命的 法線 一定要畫 如果是兩個戒指 就是在戒指交界面 做垂線 OK 來 看到 第六十題 六十題 他說有一個物體 現在光在光滑水瓶 水瓶面上 這裡是六牛頓 這裡是四牛頓 好 完全沒有摩擦力 這是兩公斤 他說 怎麼說 他說如果 今天 用釘子把它定住 因為它不動 所以這兩個力可以視為平衡 注意聽 因為釘子是釘子另外一個力 這兩個力還是沒有平衡的 什麼叫平衡力 大小相反方向相反作用 它沒有大小相反 所以這個A不對的 第二個 要使兩個力維持平衡 這時候因為它比較大 所以要幫左邊的忙 所以在左邊還要出多少力 兩牛頓就可以了 往左邊兩牛頓就可以了 他說 如果在這個水平面 重點在題目 來 在題目的是什麼 第二行 因為它是光滑的 所以在這個平面上 如果以這個圖來講 只受這兩個力的話 因為它比較大 所以整個物體會被它往這邊拖 而且合力 這時候這裡的合力是兩牛頓 當然就會有加速度 所以這時候就會 往右邊做加速度運動 yes 正確答案 所以答案選 C 第四個不對 這兩個合力是多少 兩牛頓 向右 不是十牛頓 這兩個是相反相減 不是相加 OK 來 看到61 61這個題目 是完全靠你 小朋友你們 在家裡 到底有沒有用心在生活 老師剛剛不是講過嗎 家裡的用電就是病人 那我只問你一個簡單問題 燈泡點越多 下個月媽媽講的電費 爸爸講的電費怎麼樣 當然越多嘛 哪有人電燈點越多的 時間點越久的 電費越少的 你告訴我 是不是要隔壁家裡接電 當然不是 所以很簡單的答案 你要說什麼 原來點四個燈泡 現在有一個壞掉了 請問這裡的電功力 就是每秒鐘送出來的能量 你告訴我多還是少 當然少嘛 下個月的電費就變少了嘛 所以你家裡冷氣 少壞掉一台 不要吹 對不對 少吹一點 燈泡少用一點 電費就省了嘛 因為電費跟我們是怎麼收的 是以電能 幾度電幾度電跟我們收的 以能量來計算的 所以這裡燈泡壞掉了 我們這邊送出來的電流 就會變少 因為他要提供每一個 所以你記住喔 當你燈泡越接越多的時候 家庭的 我們的總態官就會跳電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燈泡每一個電流 都要正常發光 每個電流都是要一樣 現在少了 我就可以提供少一點 所以這個題目很簡單 當你這一個斷掉的時候 電池所提供 因為電流送出去少了 所以電功力就會變小 這個家裡用電並臨的觀念 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要搞清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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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